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牵的这两只是新版赛季德姆 今天让他们同时亮亮相 在同一个画面上体现出来 大家就非常能够直观的看出新版跟老版的区别 我兄弟牵的那两条是平背的 他右手边那条是平背大母顺顺 左手边那个是顺顺的女儿 也就是他娘脸吧 我手里牵的是达达 这个是德服 链子不够了 今天上镜的太多 场面有点大 链子不够用了 平时都是两个链子 那么新版德姆跟老版德姆 他俩有什么特点呢 从画面直观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新版的这种德姆更加漂亮一些 不管是它的体型 还是它的头版 还是毛色 都要比老版本的德姆更加漂亮一些 毕竟是改良的全种嘛 那个老版的德姆 你看它有一个特点 它娘脸 都是黄头 老版多黄头 首先 头版有一个特点 再看新版德姆 大家看那边 新版德姆一般都不是黄头了 一般都是花脸 或者是黑脸 新版德姆也有黄头 但是特别少 所以说从头版上来区别 这个是它们两个的一个特点 然后再从毛色上区别 其实毛色都差不多 都是德姆的毛色 都是这种黑背颜色的 但是那个顺顺 你看是黄金色的 那个黄金色的是母狗 长大之后 一直退毛退毛退毛 才有几率退成它那个颜色 公狗是这种纯黑背的 当然这种新版狗 它母狗大母狗 到一定年龄 它换毛换得多了 也有可能会变成那种黄金背颜色的 然后就是毛色方面 老版狗毛色 偏黄色 就是那种毛色 很典型的 就是说它没有新版 赛级等母毛色素沉淀好 它俩的黑红 毛色素沉淀会更好一些 然后就是体型方面 体型 新版狗 公背的 就是前高后低 这种流线美 是吧 带有体型的 那平背的 顾名思义 那就是 背是平的 后腿是直的 没有这种前高后低的这种流线美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种 平背的 觉得那种体型好 反而不喜欢这种 公背的 前高后低这种 带流线的 德木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只能是看 个人喜好吧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然后 咱们再从性格方面说 其实性格 德木这种狗 性格都非常稳定 在那个时候 都是用作于工作权的 是一个全能的权种 所以说德木这个权种 性格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 你要说细分吧 这种新版跟老版的 新版德木 其实它更偏向于宠物权 性格非常温顺 现在这种德木 完全可以当作家庭伴侣 家庭宠物权来养了 别看它有一个非常凶猛的外表 其实 其实性格很温顺 但那种老版狗 老版德木 那个时候 更加的运作于是工作 因为它诞生于 运作于二战时期 那个时候 纯属都是工作权 相对来说 这个老版德木 工作能力更加强一点 新版德木 观赏性更加好 更加适用于家庭伴侣 在动力方面 老版德木 要比新版德木动力更强 因为它毕竟后腿 后腿有力 在动力方面 老版德木 是要优过一筹的 总之呢 它们两种版本 各有特点 也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看大家喜欢哪种了 现在流行的 都是这种新版德木 但是也有的朋友 可能说是从 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过来的朋友 有那种情怀在 因为那个时候 都是这种 有那种情怀在 可能更喜欢 这种老版本的德木 而且现在这种狗 非常稀少 老版本的狗 而且我发现 很多网友的呼声 这个老版本的狗 还是比较高的 下期呢 咱们着重的 说一说 平背德木 如何让大家 挑选一条 正儿八经的 平背德木 因为现在平背德木 不受协会的保护 串得很严重 所以说 下期咱们着重讲 平背德木 它的特点 从头版 毛色 各方面 来区分 什么样 才是正儿八经的 平背德木 今天的视频 就大家拍到这 有希望视频的朋友 可以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